少甫徐仁是丞相田千秋的女婿 所以田千秋几次为侯氏吾说情 他怕大将军霍光不听 便在公车门召集了两千弹官及博士官 商议应按法律判侯氏吾什么罪名 参与商议的人知道大将军的意向 所以一致指控侯氏吾为大逆不道 第二天田千秋将众人的意见上走朝廷 于是霍光因田千秋擅自召集中两千弹及以下官员 朝内朝外言论不一 将廷尉王平少甫徐仁逮捕入狱 朝廷上下都恐怕丞相会受到牵连 太普杜延年智书霍光说 官吏放纵罪人有通常的处罚方法 如今进而诋毁侯氏吾为大逆不道 只怕从法律上说是太过分了 再说 丞相平日并没有什么成见 而是一向爱卫下面的人说情 至于擅自召集中两千弹官员 则十分不对 但我觉得丞相在位已久 又是先帝任用的人 除非有什么重大过失 否则不可废弃 近来 不少百姓们说刑罚过重 官吏们执法苛刻罗知罪名 而今丞相商议的又是关于刑罚之事 如果因此案而连累成相 恐怕与民心相悖 势必造成属下喧哗 小民思议流言四步 不怕将军因此事而在天下人面前 名声受损 霍光认为廷尾少府玩弄法律 终究还是将他们下狱之罪了 夏季四月 徐仁在狱中自杀 王平与左逢义 贾胡都都被腰斩 丞相田谦丘则未受牵连 终于与霍光共事到底 杜延延议论公平 使朝廷和睦 其所作所为都类似于此 冬季辽东乌环部落反叛 当初匈奴莫独禅于击败东湖族 东湖残余部众分别占据乌环山及仙碑山 形成两个部族 世代臣服于匈奴 汉武帝击破匈奴左翼地区 将乌环迁徙到上古渔阳 右北平和辽东的塞外地区 令其为汉朝侦查匈奴动静 汉朝还设置了护乌环校尉一官 负责对乌环人的监督和管辖 使他们不能与匈奴建立联系 至此 乌环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于是起兵反叛朝廷 先前匈奴骑兵三千余人侵入五元 杀戮数千人 后又派骑兵数万南下沿着汉朝边塞一路 一路进攻汉朝设于塞外的堡垒 掳掠边塞官吏和百姓而去 当时汉朝边将各军的烽火报警设施严密 匈奴扰边没有什么收获 所以很少再来侵犯 后来汉朝又获得了归降的匈奴人 得知乌环人曾经挖掘禅于祖先的坟墓 引起匈奴的怨恨 正派出两万骑兵袭击乌环 霍光打算发兵迎击匈奴军队 便询问护军都尉赵冲国的意见 赵冲国认为 乌环连续几次进犯边塞 如今匈奴袭击他们 对我们很有利 再者 匈奴很少前来侵扰 我国北部边疆所幸无始 蛮夷之族自相攻击 而我们却发兵迎战 招他们前来声势 这不是好计策 霍光又向中郎将范明有寻闷 范明有说可以迎击 于是任命范明有为渡辽将军 率领骑兵两万从辽东出赛迎击匈奴军 匈奴得到汉军出赛的消息后撤退而去 当初霍光曾告诫范明有说 大军不可空手而还 如落在匈奴军队后面便袭击乌环 乌环当时刚刚受到匈奴军的打击 范明有既然没能追上匈奴军 变成乌环疲疲之机发动攻击 斩杀六千余人 取得乌环三名首领的人头 匈奴从此大为惊恐 不能再向汉朝出兵 四年贾晨公元前77年春季正月丁骇出二 汉昭帝举行家官典礼 贾须傅明侯田千秋去世 当时的国家政事全部由霍光一个人决定 田千秋身居丞相之位 只是谨慎稳重自我保全而已 夏季五月丁丑 汉文帝祭庙正殿失火 汉昭帝与群臣一律身穿素服 并派中两千旦官员率领左右前后中 五孝令所属工匠修复 六天后修复完毕 太长以及负责管理首位祭庙的令城 狼及所属官吏等全部因此而被以大不敬的罪名 遭到残河 正巧遇到大赦 太长杨厚德被免除官决贬为平民 六月 大赦天下 当初于米国派太子赖丹到渠慈国去做人事 二师将军李广丽攻击大元回朝的时候 将赖丹带到了京城长安 霍光采用桑洪阳以前的建议 任命赖丹为校尉 率领军队前往轮台屯田 瞿慈贵族孤义对瞿慈国王说 赖丹本来是我国的陈属 如今却佩戴汉朝的印信受贷前来 在逼近我国边境的地方屯肯 必将给我国造成危害 于是瞿慈王派人杀死赖丹 然后上书汉朝谢罪 楼兰国王去世 匈奴最先听到这一消息 便将在匈奴充当人质的楼兰国王子安归 护送回国 安归得以当上楼兰国王